第五十章 等两个僧人把菜放到太后和昭芬帝面前 芳柔公主道 皇祖母 父皇 您看 佛门圣帝 朕死竟然做了鸡鱼引游三人吃 看一眼盼中彩 太后脸色微沉 目光落到这庙那里 朕死 这才是你做的 昭芬帝则是看着两盘菜 眼中闪过弯卫 朕妙倒是一脸平静地失了礼 才道 回太后的话 是名女做的 太后紧绷了嘴角 那么 你能给艾家解释一下吗 朕妙没有那种把误会推向高潮 在水落石出 从而让对方出更大丑的爱好 毕竟对方是公主 真的不死不休 对她半点好处都没 杀者说 和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较劲 值得骄傲吗 所以坦然而利落地道 太后 这糖醋鱼和香酥鸡 不是真正的鱼和鸡做的 太后和父皇面前 事实俱在 你还敢撒谎 方柔公主尖叫道 方柔 处以你的仪态 太后冷喝道 皇祖母 方柔诧异地抬头 眼中满是不解 明明是真似犯了错 为什么皇祖母去责怪她 太后心中叹一口气 方柔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明白 她是公主 自有公主的规矩要手 至于别人 对错 又与你何干 堂堂公主在意那些 本就落了下诚 若是能够 太后骤然想到一个人 要是她能叫到方柔一年半载 或许会脱胎换骨 骤然起了这个心思 太后对这件事原本的处理打算 悄然起了变化 面上却不动声色 真妙没有理会方柔公主的差颜 继续道 太后 华若寺乃是千年古叉 规矩森严 明女就是真的想要鱼肉 又从哪里得来呢 这还不简单 大殿后面就有放生池 说不准是那两个贪吃的和尚 方柔 住口 一直没有坐声的招风帝终于开口 威严尽险 看来朕还是太纵容你了 罗卫长 等明月一早就派侍卫送方柔公主回宫 并对皇后说朕的吩咐 方柔公主三个月内不得踏出玉堂宫半步 抄写金刚金十遍 父皇 方柔公主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 招风帝没有看她 对坐在另一侧的住持 明真大师道 大师 方柔口处无状 还望见谅 明真大师倒声不敢 目光却落在了真妙身上 目光难测 方柔公主气得身子发抖 为什么每次遇到真寺 倒霉的都是她 父皇 二臣不服 二臣只是说了几句 您就这样责罚二臣 那么真死能 她可是做了婚菜 给寺里的和尚吃 招风帝隐含失望地看她一眼 那么 你就好好看着吧 保持你皇家公主的仪态 是 方柔公主不敢再吭声 委屈地咬了唇 她倒是要看看 父皇和皇祖母 是怎么处置真妙的 真寺 你说这鱼和鸡 不是真正的鱼和鸡做的 那又是什么 真妙却没脸目 震惊地道 是豆腐 豆腐 在场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实在无法 把眼前的菜和豆腐联想起来 小沙迷大着胆子道 皇上 是小沙迷洪师兄看着这位女施主做的 食材也是我们拿来的 千真万确 是豆腐 这分明是鱼 怎么会是豆腐 方柔公主尽力放缓了语气 真妙这才看方柔公主一眼 公主 虽有话说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其实眼睛看到的 也不见得是真的呢 听觉视觉 甚至嗅觉 有时候都会欺骗我们的心 所以佛家才有明心见性 道家亦有 反普归真的言论 明真大师 眼睛一亮 一直助力在昭风帝身后 像是塑雕一般的罗天成 也豁然抬头 向真妙望去 只见他神色平静 眼中一片清明 上人看了 就伸出明和纯净的感觉 这是潜意识 他从未有过的感觉 明心见性吗 那么真妙 你究竟是什么性情呢 为什么每一次 在他对他有了定论之后 他就会诱心地表现 让他再次茫然 一抹痛苦之色 从罗天成脸上闪现 他强忍住了暗柔额头的冲动 不知何时起 他的头疼越来越严重了 赵风帝来了兴致 真似还了解佛法道义 真妙实话实说 明女只知道这么两句 赵风帝隐晦地抽动了一下嘴角 这是哪里冒出来的傻丫头 别人在他面前 生怕表现得不够好 对他肯定的地方 恨不得竭力展露出来 他倒是够老实的 赵风帝对真妙刚才的话 虽有几分欣赏 可这个年纪的小姑娘 要是真的精通 佛法道义什么的 她实在是无法待见 小姑娘嘛 就该有小姑娘的样子 真妙可不知道 帝王的复杂微妙心思 一脸诚恳地道 皇上 太后 这盘素鸡刚出锅不久 还没有人动过 你二位若是人不相信 不如亲自尝尝 太后点了点头 皇上 就尝尝吧 哀家也被真似说得好奇了 倒是要看看 这才是怎么瞒过 哀家的视觉与嗅觉的 也好 赵风帝抬抬手 就有太监去取食 皇上稍等 罗天成突然出声 罗卫长有话说 赵风帝饶有兴致地挑了眉 这小子 这一次对他未婚妻的态度 很有些不对劲呢 倒是非常有趣 说功在外 皇上和太后入口的东西 还之前有微臣试过得好 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 赵风帝很想问一声 罗卫长 你确定不是想 先尝尝自己未婚妻做的东西吗 这样怀疑陈子的忠心 完全不是明君所为 赵风帝眼角余光 瞥见真妙 瞬间扭曲的脸色 但笑着开口 罗卫长想得周到 如此也好 小太监端着分到小碟子里的鸡块 碰到罗天成面前 真妙却着眼帘 遮住了眼底的情绪 是吧 厌不死你 然后就见罗天成袖子一抖 拿出了一根细长的银针 照着鸡块插了进去 真妙差点一个被去栽倒 信罗大 算你狠 似乎是感受到了真妙的情绪 罗天成不自觉地翘起了嘴角 忽然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把一块肌肉吃下去 罗天成脸上闪过诧异 赵风帝笑眯眯地问 怎么样 罗卫长 围堵吧 说这话时 特意扫了真妙一眼 果然又瞥见 他表情一僵 心情大好 罗天成一本正经的刀 拍出了剧毒 你够了 真妙捏了捏拳头 有种把盘子 糊到他脸上的冲动 赵风帝再也 忍不住笑了 罗卫长好身禁止 朕相信真四姑娘 不会乱来的 承上来吧 小太监把知识承上 太后和赵风帝 各吃了一块 双目对视 眼中都流露着差人 赵风帝不信 写得再长一块 是鸡肉的味道 可细平起来 又有哪里不同 爱家吃出来了 这个呀 要比鸡肉弄滑一些 吃起来啊 也没有那么油腻 梁九太后出声道 这一次是真正 仔细地打量着真妙 招手道 来 和哀家说说 这究竟啊 是怎么做的 真妙便把做法 大致说了一遍 荒祖母 孙女也要尝尝 方柔公主 实在忍不住开口道 去给公主 和郡主端上一份 太后道 一连吃了几口 方柔公主 眼底的光 终于暗了下去 朱霞郡主 至始至终 都保持着 完美无缺的仪态 只是瞥见 方柔公主 神情暗淡时 微不可查地 翘了翘嘴角 招风帝笑着 对明珍大师道 大师 不如把这丫头的方子 学了来 以后华若司 就多了两道 稀奇的名菜了 明珍大师 颇手招风帝庆重 说话就随意了许多 摇头道 假作真实 真亦假 口腹之欲 不可谈 朱霞 我错了 小沙弥 垂了头 明珍大师 却爱脸地 看他一眼 一眼 说起来 你还要感谢 这位女施主 朱霞 小沙弥 满脸一问 明珍大师 眼底含着慈悲 又像是看透了一切 微笑道 以初世之心入室 你可明白 你和其他弟子不同 自幼养在寺庙 收清规戒律 恐怕 只有体会过 才会深贪望 而克服贪望的过程 也正是修行的过程 等你有朝一日 再忘掉这鱼肉的滋味 便修行有成了 朱驰 一眼知道了 小沙弥 似乎明白了明珍大师的意思 可又好像没有明白 总觉得面前 有一扇看不见的门 若是寻道 并推开了 就是新的天地 明珍大师 欣慰地点了点头 这位小弟子 悟性是极高的 可一片坦途 又怎能摸到我佛真谛 对于这次意外 明珍大师 相当的满意 退下手腕上的佛珠手链 女师主 这手链跟了贫僧多年 如今赠给你 希望保你生活顺遂 多谢大师 真妙恭恭敬敬地接过 太后眼神热烈地 瞄了那串佛珠一眼 华若似开过光的佛珠 身为太后自然是不缺的 可住持佩戴多年之物 她却没有 当然太后不可能和真妙抢东西 反倒是又上了几盘斋菜 真死 方柔莽撞 伤你受尽了 想必老夫人那边 正在等你吃饭 这几盘斋菜 是明信长老亲自下出座的 带回去 给老夫人尝尝吧 谢太后 真妙领着寒歌告辞了 昭丰帝突然开口 罗伟长 石河太沉 真死姑娘也不好呢 你送他们回去吧 见罗天成提着石河跟在真妙后面走 又补上一句 留在那边吃完饭回来也不吃 真妙和罗天成一前一后地走着 韩哥忽然停了下来 转身仰脸望着罗天成 罗世子 你不喜欢我四姐姐吗 提着石河的罗天成 被这么犀利的问题问呆了 好一会儿没有作声 韩哥撇了撇嘴 我四姐姐那么好 你不喜欢 那韩哥也不喜欢你 罗天成抿了唇 心道 他根本不在乎好吗 这世上本也没有什么人喜欢他 见罗天成没有反应 韩哥赌气道 以后韩哥只喜欢大姐夫 二姐夫三姐夫 五姐夫还有六姐夫 这样一对比 似乎有点不开心 罗天成眼神微眯 看向真妙 韩哥甩开脚丫子就跑 真妙忙一把拉住 韩哥这是做什么 我要去告诉祖母 不要把四姐嫁给罗世子 她是坏人 真妙无视 罗天成更冷的目光 哄道 韩哥乖 别去和祖母乱说 四姐若是不嫁给罗世子 就嫁不出去了 听姐妹 实在是不愿意你退亲啊 到时候 她依靠着伯府买个小装子 享一大群漂亮丫鬟 再养几条狗 几只鸟 看着真妙脸上 骤然爆发的莫名光彩 罗天成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韩哥说了句石破天惊的话 四姐姐别担心 等韩哥长大了 我娶你好了 罗天成嘴角一僵 韩哥你还太小 等你长大了 四姐啊 就老了 遮妙听了韩哥的话 很是想笑 自以为是的解释着 罗天成差一点摔了石盒子 蠢女人 这不是重点好吗 哦 再说 我是你姐姐啊 遮妙总算是想起了关键 罗天成诡异的 觉得满意了一些 韩哥苦恼的皱皱脸 忽然眼睛一亮 四姐 我有办法了 让陈表哥娶你好了 真妙忽然觉得四周冷了下来 陈表哥 蒋成 罗天成想起真言出阁那时 潜来敬酒的男子 似乎明白了什么 真妙觉得头皮发麻 赶忙制止了韩哥的胡言乱语 韩哥 别乱说 四姐已经和罗世子定了亲 无论如何是不能嫁给别人了 可是罗世子不喜欢你 真妙匆匆的瞥了罗天成一眼 厚着脸皮问道 他喜欢的 他只是害羞 罗天成顿时无语 韩哥总算是打住了这个话题 拉着真妙说起别的来 不知不觉走到了 建安博老夫人安置的地方 有一间专门的小斋堂用膳 毕竟出门在外 没那么多讲究 真幻三人也在里面 只是分了两桌 见真妙进来 老夫人称道 死丫头 怎么才来 看到紧跟在后的罗天成一眼 罗世子 罗天成规规矩矩的请了安 老夫人看向真妙 真妙解释道 祖母 我带韩哥出去玩 偶然遇到了太后和皇上 这斋菜是太后赏的 说是明姓长老亲自做的 竟是明姓长老做的斋菜 老夫人有些不可置信 明姓长老是华若寺的高僧之一 一手斋菜是有名的 只可惜近年来已经鲜少下厨了 白嫂走上前 接过罗天成手中的食盒 把几盘摘菜取了出来分好 老夫人笑道 罗世子还没有用饭吧 一起在这吃一点吧 虽有招风帝吩咐在前 老夫人邀请在后 真妙本以为 罗天成的行事风格 那定然是出言拒绝的 但回去复命 又会说自己吃过了 于是就落得 饿一晚上肚子的下场 没想到罗天成点头道 多谢老夫人 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着大步走到了真幻那一桌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就在蒋成身边坐了下来 真妙看得冷汗都要留下来了 心到小孩子说的话也往心里去 真是小肚鸡肠 可连蒋妙哥完全是无望之灾 罗天成本就悄悄留意着真妙的反应 见他丢给蒋成一个怜悯的眼神 心中大怒 果然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还没有嫁过去 他就已经和自己的表哥 暗通取款了吗 心中发懒 面上却带着笑语 举起一杯茶 蒋兄 那日太过匆匆 我们还没有好好喝上一场 今日在这里我为你茶带酒 敬你一杯 蒋神今日穿了一身轻衣 犹如一株挺拔的轻竹 脸上挂着暖阳般的笑容 多谢罗世子 一杯茶见底 在旁服侍的丫鬟把二人茶水满上 罗天成又举了杯 听说蒋兄就要入读国子见了 如此学问实在令在下佩服 再敬你一杯 先干为敬 罗天成嘴角微不可查地抽了抽 这么烫 在外人面前 蒋成从不失礼的 见罗天成如此 一是一仰头 也把茶水喝干 善后 然后就一口喷了出来 眼哥 这是怎么了 听到这边动静 老夫人看过来 一桌的女眷 都望着失态的蒋成 蒋成一改往日的云淡风轻 脸色通红 罗天成悄悄地敲了嘴角 这下嘴里该烫起泡了吧 舔了舔口中水泡 罗天成笑了 他刀尖舔血的日子都过过 这点痛尾诗不算什么 可对方就不一样了 老夫人 晚辈失礼了 衣服上喷了茶水 蒋成站了起来 面色倒已是恢复如常 各位兄长慢用 蔡下回去换衣 罗天成也实实然地站了起来 老夫人 晚辈也该回皇上那复命了 二人前脚后脚地离去 真妙恍然大悟 亏他还以为 罗天成是因为 韩哥那番话和蒋表哥过不去 怎么就忘了二姐出阁那一天 蒋表哥就主动去敬酒 二人一见如故了呢 一见清新也说不定呢 真妙觉得自己不能再想下去了 还是吃菜吧 夹了一根青菜细嚼慢咽着 享受地叹了一口气 果然是高僧 能把最普通不过的青菜 本身的味道发挥到极致 相较之下 自己用的各色调料 复杂的喷嚼 到底是落了下诚 可惜无缘请教